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家的所有人中母亲应该是惧怕的 弟弟一开始的立场就是你先年 父亲的逻辑其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我洗脑了 王先生是一个非常压抑的人 他的分杂形成了他极度压抑的性格 加上他是完美举一姐 所以个人面对他的时候也是毕恭毕敬 你还是没有自身的打算吗 我 我在打算 昆桥 他是一个愿意用失去自由来救赎自己的这么一个方法 除了生存上的一种紧张感渴望感 还有一种来自于家庭的这种幸福感 对爱的一种渴望的东西 李昆桥 你觉得我们一起给开这个家伙吧 你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家庭多幸福啊 妈 我们以后能不能不叫李昆桥想上来吃饭了 为他 王楚彤不太容易亲近 可能蛮高冷的一个女孩子 她的父亲有恨 有抱负 有想要被爱 子彤姐就是太牛了 十二个小时要一只大猪猫 她每一条都做成了最完美的小猪猪 听到妈妈说 所以九天的路上继续崩溃了 或者是他妈妈的意思 我希望观众化为这个奇怪家庭的秘密访客 走进每一个角色身边细细地观察 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真正的恐惧与秘密 求求你 想要不要不要不要 求生 购活 他其实一直在利用这一家四口的关系 为自己找到生存空间 从来不是 他就是想刺激他 这是他的计划 就是一点一点想把这个 这样特别严实的这个缝撬开 我想离婚 我觉得他应该也 他应该也是自己的那份自由和选择 这几天辛苦 我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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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梯下车 我去洗脸 我真是不想无辜成为一家人 我向你们保证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会努力把这个家 一直为自己下去 你不要再说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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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